本章主要分享的是犹太人致富圣经里面的 塔木德经提到的 没钱买鞋就借鞋 还有多想几步的做法 那首先我们讲没钱买鞋就借鞋 为什么要借鞋 因为穿鞋永远比赤脚快 也可以说基本上的话 努力这个东西它不是重点 重点是你要去借一双鞋来穿 那穿这个鞋子的时候你比赤脚快 这个重点 那也就是说这个东西 借鞋它是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它是一个借用他人闲置资源的概念 跟发现所谓闲置资源的概念 那这个东西的时候 在早期的部分 就可以看到一个故事 塔木德经里面的故事 它说有一个人 他就在路上 然后那时候的话 他刚好在一个地方 是很多木材商经过的地方 那每天固定的时点 就会有很多木材 从那经过 那从那经过的时候的时候 因为可能捆杂绑得不是很好 常常会有木头掉下来 可是问这些木材商为了赶路 那些小木头 他们都不捡起来 结果他就看到街上 这样擅置的 这样一块两块的木头 然后这个人他就讲 这种闲置资源 那基于犹太人第一桶经的概念 他发现了一个闲置资源 然后他就把这些木头捡起来 因为重点是木材商已经走过去 他们为了赶时间 这些掉下来的木头 而且固定每天都会掉 那他光是捡这些木头 那后来才去做细的加工 就创造了他所谓的第一桶经 所以我们今天要讲 这世界上没有什么没用的东西 那这个东西世界上机会的都是 重点是你要有那个能力 去发现机会而且是解决问题 这就是第一个故事 那第二个部分的时候 我们讲多想几步的做法 在唐木德经里面 曾经有提到一个小朋友 他是一个卖饮料的小贩 然后他在冬天的时候卖饮料 那么各位知道 在卖饮料的过程当中 你一定是找人多的地方吗 那人多的地方通常在哪里 都是一些比赛 可能是一些球赛 或者说是一些观赏的时候 可是在冬天的时候 人不会觉得渴啊 那怎么办呢 结果这个小贩 他就想了一件事 他想说 既然人要口渴才喝饮料 那就创造一个口渴的条件 结果问题的这个地方的时候 他就说 那怎么样让人家能够 用口渴这个东西 怎么去创造呢 他的做法就是很简单 他就弄来邻居的 我们讲闲置资源 就是很便宜的花生 然后他就把它做成 一小包一小包一小包 然后包数不大 然后他就说 哇买票看电影 或者买票看球赛 送花生 结果因为大家贪便宜啊 贪便宜的时候 大家就去买这个花生 可是你知道花生 是很干燥的东西 加上里面掺了盐 所以喝的人的时候 本来你是没吃还好 结果为了贪这个 贪这个花生 一吃哇就口渴了 那口渴怎么办 就跟他买饮料 所以这小朋友 光是想到这个主意 送花生的主意 让他的饮料卖出了好几十倍 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 多想几步的想法 所以在塔木德经 或者我们今天讲 犹太人创入圣经里面的时候 他从来强调的一件事情 就是没有简单的想法 也没有所谓的不可能的事 那最忌的就是说 一个人要懂得去思考 一定要懂得去发现 这个机会所在 然后最忌讳的就是不思考 尤其是想利用好问题 换简单的答案这种事情 是最为忌讳的 就算我们今天在看 塔木德经它里面所有的故事 它其实它呈现的就是 多种角度观点的说法 也就是其实它是 很多名的犹太学者 他针对一件事情 他用反护的 多种象限的手法 然后去告诉他的指明说 其实有很多事情 你就是可以有 无限多种可能性 那这个东西 就我们还是在 塔木德经里面 也有个故事提到 曾经有一个人 他今天他觉得人活的为什么 他不知道 然后他很在乎这个问题 然后他也很想知道这个答案 结果他知道 他们在犹太的那个 我们今天讲 他的犹太牧师 或者我们讲犹太智者 这个过程 他知道有一个非常有名的 号称低名的智者 然后他想说 那我干脆去问他 我就可以得到答案 可是问题是犹太智者在闭关 我们所谓闭关的意思就是 他可能一段时间 他在研读 他可能那一段时间 不接受受众的询问 又或者说 我们今天有一种可能性 可能在问问题的过程当中 你可能就是 就是要 针对他的守门人 你要有特殊的手法 才能够接近他 结果这小朋友 就是年轻人 他就趁守门人不在的时候 可能总是有交换班 上厕所的时候 偷偷溜进去这个拉比的房间 那终于见到这个最伟大的拉比 然后他就问你一句话 他就问拉比说 你是什么什么拉比吗 他说是 就是犹太的智者 然后他说你有什么问题 要问我 他就问他一个问题 人生的意义是什么 然后重点是 这个瞬间 我拉比就非常生气 就犹太智者非常生气 就给他一个巴掌 然后他就给打了那莫名其妙 他叫他出去 他就赶快出去了 出去了之后的时候 他就跟朋友讲 他说我找了好几天 花了好几年时间 终于接近这个智者 结束换了一个巴掌 然后大家在想说 这个东西一定有他的道理 为什么智者会给我一个巴掌呢 然后后来两个年轻人 在讨论的过程当中 这个旁边刚好有一个门徒 他听到他们的讨论 他就跟他讲说 这个犹太智者 为什么会打你一个巴掌 因为我们最恨一个好问题 就是问一个好问题 来换一个简单的答案 那讲这个东西的时候 就讲的是思考的东西 也就是说每个人 要去善用自己的思考 去找出机会去解决问题 去创造自己的未来 这个就是犹太人 有关于自负的 有关于无中生有的想法之一 感谢各位收听 我是张明 我是玩笑利的共同作者 谢谢